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你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你刚认识Congren Water的时候 你是什么想法 然后后来为什么会不要不要不要停 然后为什么你会一起去做这个生意呢 OKOK 在我还没有回答师傅Denis的东西之前呢 你们看我的现在的情况 可能是有一点blur 因为刚才太专注 在听每一个师傅讲了 哇那个感觉太爽了 所以为什么我会 当我当时认识Congren的时候 是什么的情况 当时我是一个汽车销售员 我是在卖Honda的一个销售员 刚好一个顾客他介绍我 我就听了 OK我就听了一下 他就邀约我去看一个demo 我就去听 听完那个demo的时候 后面我吓到 我还记得最清楚我回到家 我还跟我父母讲 哇那个顾客气笑啊 一家十多千的水机叫我跟他买哦 那个脑是有问题给人骗了 你儿子没有这样杀给人骗 买这样的水机一定是脑创造 可是我又不能跟我顾客讲哦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我买车 我又不能够拒绝他 所以我就只能够OK 好让我再看看一下 价钱方面有一点 不适合我 不适合我的价格啊 为了做生意吗 那么呢 经过一段时间过后呢 也非常感恩啊 那个那个 现在他是我的啊 啊介绍 他就是介绍 Kengen给我的人 真的非常感恩 他那时候 有不断的一直跟我讲这个东西 因为 经过一段时间过后 我发生 我们家里有一个事情发生 是什么呢 那是两件事情 其实是有一天我妈妈就跟我讲 他讲你知道吗 爸爸 潜力线肿胀很严重哦 怎样严重呢 他讲 我讲 我还记得是六月的时候 妈妈跟我讲 他讲 四个月前就是过年的时候 回乡下 已经是很严重了 然后没有想到六月的时候 更严重 小便那边不能小 小不出还会漏血 还会痛 然后心想惨了 怎么办 然后我又看到我妈妈的脚 非常的严重 我妈妈是有皮肤病 就是说像血这样 不会好的 涂什么药 打针 都不会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又顾虑到妈妈的心脏 就是妈妈胆固醇蛮高 心脏又很弱 刚好我们 我又是家里的长子 也没有非常的有钱 我们家里不是一个很富有的家庭 我们只是一个平民的家庭罢了 所以我就心想 哇 怎么办 年轻人嘛 又不能够跟父母讲 为什么会这样 不懂找谁去诉苦 当下真的非常的迷茫 所以就刚好就想到 为什么不我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问回我这个顾客 怪到Kengen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 这个东西能够帮助到我的家人来改善 先想了解一下啦 反正了解是归了解吗 决定后面再决定吗 所以我就问他咯 我那天 之前听你说这个Kengen 会帮我们改善这些某某某某的情况 是吗 他讲 Alvin其实我也不大知道这个东西 要不这样我帮你安排 我们的比较有经验的我们的师傅出来告诉我 我讲好 那么我出来就认真的再听了一次demo我就跟 吓到我就跟他讲 我能不能跟你拿水 全部水我跟你拿完回家 然后我就拿完回家 我就先帮妈妈清理伤口 清理过后 我看到我妈妈的伤口开始 开始变好 比较干掉去 马上可以看到他干 就是用那个水洗了 过后就是这样弄干 他真的会干 我记得我当下立刻我就打电话给他 我说 我要Kengen 我决定了我一定要买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我钱不够怎么办 我跟你讲这边 重点来了 就像刚才那个师傅Jackson讲的 他讲的时候我很有感觉 他讲那个叫什么机缘 机缘 我在Kengen这个机缘 机缘 我以为他讲机缘 机缘 我以为他讲的是这个 不是不是 他讲那个孩子的机缘 我以为是机缘 没事没事 你讲你的 我在Kengen这么久 我发现到一样东西 Kengen 不是给有钱没有钱人喝的 是给有没有缘分的人喝的 怎么样讲 我想要买 可是我没有钱买 怎么办 想尽所有办法 透过很多种不同的方法 真的是去试到完了 结果想到一个方法 钱不够吗 只能够用credit card 可是又没有credit card 去申请给银行 reject那么多间 刚好遇到我们的一个 Doctor Gong 他就推荐我去其中一个银行 申请了卡 然后approved了过后 limit又不够 我才6000 我又去申请另外一张卡 才刚刚好可以拿到 loan 那个那时候的501 那么就做了payment 长话短说 就买了501 我心想 好啦 分席给他啦 反正只是花一次钱 又不用再买了吗 对不对 花一次钱 全家人使用 身边亲戚朋友 真的有健康上面的挑战 我反正只是还拉股钱 开一下也是几分钱的事情 不了 可以share东西给他们 也是算是免费了啦 so 就是这样子 我就是不断的 就是把这个东西 带给我身边更多的人 不断的带出去 带出去带出去 然后有一次 刚好 很像是师傅Denis 他们有问我 Alvin你们喝得怎么样啊 我就讲 是哦 我忘记了哦 因为买了放那边 他们自己会喝 不用我讲了吗 我就回去问我妈妈 妈 你坦白跟我讲一下哦 你 喝了这么多年 三年了 到底康根 有帮助到你什么吗 他讲 没有我 我讲你仔细想一下 他就说 很像那个药啊 血压药啊 这三年来 那个MG哦 很像一直保持在那边 医生没有加量哦 我讲 哇 这个就够了 真的 因为我听到很多人 就是去医院 越拿越多 越拿越多 时间一到又要再去 验过多一次啊 医生讲 哦 量不够 又要再加0.5MG 啊 所以真的真的非常感恩 这个康根 真的像前面不要 不要 不要 后面就是真的 不要停了了 哈哈 是的 康根真的有这样的秘诀 是真的 太好了 花一次钱 不用怕下个月 没有钱买 想吃多一点 喝多一点的意思 你不会省啊 真的太棒了 这个康根我的 对对对 所以 师傅Denis 还有什么吗 你的 你的父亲呢 哦 我父亲哈 忘记讲到我爸爸去哦 你看太兴奋去 focus太妈妈了 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 没有啦 爸爸 现在啊 我 这样子讲 没有好 没有好啊 这不是仙丹啊 confirm啊 但是呢 有被控制 under control 小便啊 很顺现在 非常顺 但是嘴巴要听话 他有时候不听话 乱乱吃咸鱼这些 又有一点 会痛这样子 我们就 我每次回到家 他们就讲我很啰嗦 我就讲 啊 妈 没有办法吧 我讲 你儿子长大了吗 现在就等于你们像小孩子 我像你们以前这样咯 一直讲 我一直讲我 现在是变成tablet来 我一直讲你 一直讲你咯 你不能怪我 我这样 我希望你们好啊 啊 只有我爸爸是under control 现在 呃 吃药啊 有吃药 但是没有严重 没有恶化 什么都没有反 而getting better 没有到cure啊 是under control 已经是battle a lot了 improve很多了 啊 基本上小便 没有什么问题了的 嗯 对 so 哇 God bless very good 不要停 哈哈 真的真的 这个这个是真的 谢谢你这么棒的分享 不过我更想知道的是啊 其实你当时真的 纯粹是一个孝顺哦 啊 by the way 讲到孝顺啊 我们的这个 Alvin呢 也刚做爸爸哈 我们大家也恭喜他啊 他刚做爸爸 所以他现在在这个啊 培业中心那边跟我们zoom哈 真的谢谢他的时间 那么在这边呢啊 我更想知道的 其实是啊 因为产品用的好 不代表你一定会去做嘛 对不对 举个例子 假如我今天用 架一辆车 我很喜欢 不代表我明天会突然间去卖车吧 对不对 对对对 或者我用一个手机 我很喜欢 不代表我明天会去卖手机嘛 你说是吗 所以我更想知道的是 哎 康根这个事业呢 为什么东西吸引到你 然后 做下去过后呢 啊 有什么样的心得 可以不可以在这边 跟大家sharing一点这个故事 然后在这边 如果有新朋友啊 怎么样启发他们一起 怎么样把这个事业 做得更好 你有什么 advice要跟他们讲 呃 好 可以 但是在这边呢 我先跟大家 get一个permission一下 这边有要问大家一下 你们要比较detail一点呢 还是我 大概的带过给你们呢 要我大概带过的给我 要我detail一点 会有feel一点呢 你们打5 我看一下 1跟5哪一个比较多 不然等一下人家讲我讲太久 嗯 otherfeel 讲otherfeel OK 都是otherfeel 你们讲话 公众要求 你们不可以骂我 OK 那我就是detail一点了 OK 是这样 呃 我也没有讲 我我先讲我当当初的行业先 哈 我们从这边先讲先 呃 我卖一辆车 Honda哦 听清楚 Honda 从最basic 这个可能是我 我那间公司啦 我有compare过其他公司 真的我的公司是属于相当 比较低一点的 所以一辆Honda 9万 从7万到9万哦 我的老板啊 不管我什么model 就是给我400块 Honda 也是一样 那么 HRV 600 哦 BRV 我忘记讲BRV 也是400 HRV 不管什么model 从11万到13万的 一样拿600 Aircord Aircord 一定要买贵的那个才有800 便宜的只有700 CRV全部拿800 OK 很简单算啦 10万以内车我拿400 15万我拿800 那么生我一个salesman 真有信用 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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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咯 铃铃铃铃作咯 当还没有认识康根的时候 哇哇哇 槃铃铃作 没有看过这样多钱吗 rence rockets 所以一旦认识了康根过后 越看越不对劲 怎么样讲 像刚才师傅TekTek讲的 康根生意 很奇怪 你第一台 你就一千了 第二台 一千 跟卖车没有两样 跟卖车没有两样 你卖十台就十个一千 可是康根很特别 你卖第三台 两千五 会跳 还不用紧 以前在康根的时候 我们有联系 我们有联系的 早上谁 下午谁 销售人不能太多 因为进来的人只有一个 不然的话全部销售人像饿鬼 老板你要买什么车 这样 等下顾客会怕 所以我们有联系的 但是呢 我们又不能帮我们的同事 那个是我朋友进来 我不能够跟他讲 你讲错了 你不会卖车 你不懂怎样做账车 我们也不会帮他 为什么 因为给他做掉 我就没有生意做了 所以我只能够眼睁睁 看他做这样啥的事情 他做错了 改天 这个顾客 我懂他是谁 OK 我有他关注 你做不到吗 我后面就打电话过去了 老板 我刚才听我的partner 讲错的东西 他到底有没有给你 对的information 之类这样的东西 在康根这边 我们不会 不会有这样的考察 我们更希望我们的 团队 大家都 都非常的 能够合作 就是这样子 我以前就是 因为我们要卖CRV 卖CRV才会赚钱 所以我很注重在 CRV City Honda 只要公司有什么货 顾客进来 你要什么 我尽量配合你 我能做到最好 我一定给到你最好 所以卖一辆CRV 800 每天冥想 卖CRV 800 City 400 Yes 还哪只算 三家City 1200 两家CRV 9600 哇 要3000了 可是认识了康根 过后 慢慢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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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 我不会 我不会 每一个月 back to zero 我不单可以把这个东西 带给别人 又可以带给他们什么 我们讲 true health 健康 我们能够给得到吗 真的能够给得到 改善健康 比较 市场上的 保健品 它真的是算起来 是蛮便宜一下 那么如果我们讲财务 可以帮助到吗 可以帮助到 我们讲发达 讲发达 有一点像 画饼 is too far 给我们讲太远了 赚一百万 我怎么做 傻傻的做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要发达 其实也不是画饼 看你怎么做 对对对 在康根 不是不可能 可能 因为像 很多人讲的 有的人 他们的目标 financial freedom 是赚个五十万 他就退休 有的人是要赚 可能一千万 他们才退休 没有一个 limit 去设定他的 这个是看本身 在哪里 我在康根 我可以看到一个东西 它非常的logic 它很实际 我们看得到 我们做得到 只要你set得到 你看到的东西 你跟着做 你就做得到 啊 so 这样一路做下来 就是跟 参加活动啊 这个真的很重要 什么都不会 当初就是 什么都不会参加活动 然后就认识到了 就推荐了给一个 一个人 然后我是以什么 以生意的角度 带给他 那么我们就 一起做 这个行业 现在我们两个 都已经帮助 超过一百个家庭 拥有康根了 在这一百个家庭 我们每个人 一百个家庭里面 有一部分 也改善了 他们的财务健康 全部有吗 没有 但是我们已经能够 帮助到这么多人 对我们来说 已经是非常好 这是我们的结论 我们的一个总结 就是说 因为Alvin现在是6AE 他再帮一个人上6A 他就6A2了 暂时叫做6AE先 因为他自己是6A 他下面也帮了一个人上6A 所以他再帮另外一个人上6A 他就是6A2了 所以张鼠是6AE先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两个总结 我们这几个人总结了一个东西 真的是 看根 往好的方面去想 就是敢敢跟人家讲嘛了 不要怕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怕 讲真的是人 人会怕 害怕 但你要想一个东西 拒绝是很恐怖的 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想 我们讲缘分好不好 你有没有缘分得到卡根 我不管你有没有钱 有没有能力 我们先不看这个东西 我们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把应该给你知道的东西 分享给你知道 如果你知道了 你暂时不想要它 没关系 可能缘分还没有到 不代表不会到 我们等缘分 几时会到不了 我们以这样的mindset去看 我们自己没有压力 对方也没有压力 纯粹的一个分享 这是我的总结 为了overcome 既然你讲到这个 我也想问线上的家人们 其实讲到害怕这个topic 其实我可以了解一下 你们都在chatbox打一下 你们害怕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我可以帮到你 大家可以给我知道一下 你们害怕什么东西吗 I mean你们不愿意去跟人家 或者说你们害怕去跟人家分享 这个事业还是什么 可以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害怕了什么 feel of rejection OK 害怕被拒绝 好 还有什么呢 害怕没有朋友做 OK 很好 还有咧 还有咧 还有什么 等一下我会回答的 我想先看一下 没有理由这样多人才两个人答我 不对 这个Alvin也是feel of rejection 害怕 害怕什么钱 JoJo是什么 Alvin帮我看一下 sorry price price 价钱 害怕价钱 OK 害怕人看不起 这个很特别 很特别 OK 其实呢 说实在的啦 价钱吓到人 OK 其实很多时候啊 我告诉你们啊 我虽然听起来讲好像很容易啊 但是呢 我相信啊 认识我的人呢 都知道我绝对有资格讲这句话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们害怕这些东西啊 纯粹是我们见的人不够多 害怕指标 谢谢你 我举个例子啦 今天啊 我现在是问线上每一个朋友啊 假如今天啦 我跟你讲一个笑话 很好笑 笑到你不肚子痛 笑到你停不下来 但是如果我明天再跟你讲这个笑话 后天再跟你讲这个笑话 大后天就再讲这个笑话 请问一下还会好笑吗 不好笑对不对 没有feel的吗 是啊 所以很多时候啊 你们会害怕被拒绝 害怕价钱吓到人 害怕这个 这个什么 人家看不起 害怕没有朋友做等等啦 我告诉你们 纯粹是你们见的人不够多 如果你们见的人够多啊 被拒绝的够多啦 你已经满目了 也看不到了 真的 永远记住 我们是诚心诚意 把好的东西 好的一个赚钱看头 带出去给他们 顺便给他们也得到真正的健康 那么假如真的没有缘分 也没有关系 没有我们就找下一位嘛 对不对 其实我最喜欢刚才 师父爹爹讲的 害怕没有朋友做 其实 如果今天啊 今天啊 对不起啊 线上的人啊 可能会有一些人不认同 或者听了不高兴啊 但是 假如 今天你真的是我的朋友 我原要求你这个好朋友啊 给我那么一个机会 做个分享 都这么难的话啦 我真的有事的时候啊 我怕我靠不到你啊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自己想一下 对不对 我怎样能够 你们家的朋友 我怎样能够依靠哦 大楼 哈哈哈哈 等一下啊 怕是一定会得 那怎么样面对他 啊 OK 其实很简单啊 就是做够多啊 你见够多人 做够多次的时候啊 就不会害怕了啊 在这边有没有人 试过以前 刚开始驾车啊 我们驾车很很害怕 一直注意 要这样弯 那样弯 要怎样打新的赖 要怎样打车 很注意 很害怕 但是你驾久了啊 很常驾车 很常去做这件事 现在是不是你踩油门 打single light 换这个打水哨啊 或者说我们讲打牙 想都不用想啊 是不是 所以很多时候 对不起啊 是我们见不够多人 我们 这个rejection 见不够多 只要你知道 你没有用骗的 你真心诚意 把好的看头 带给他 他们自己决定吧 那么在这边 谢谢师傅Elvin 让我们能够 讨论讨论一下 谈到这个 很特别的话题 希望这个话题呢 也能够帮助到啊 来到这边的 这些线上的朋友们 哈